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 我是Sani 苹果进军电动车领域 一度使特斯拉投资者受到惊吓 普遍认为这是重大利空 但是这个事还是得两面来看 这期节目我们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 苹果对标特斯拉 反而是利好的原因都有哪些 对于2021年特斯拉的目标价 今天也会画出技术图形 做出一个主观的预测 如果你喜欢阳光财经的节目 为了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更新的通知 建议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信息了 苹果加入造车战局 意味着巨头们认为 新的元气车的市场容量将会显著扩大 这地方有余 在这里布局存在营收增量的潜力 所以不但苹果也来了 连其他传统车企也会匆忙转型 越来越多有分量的公司加入到汽车电动化和智能化大战当中来 对消费者的教育和对市场的培育将呈现指数级别的增长 逐渐的人们在买车的时候开始认真考虑新能源车的替代问题 这个市场将变得比以前更为可观了 完全容纳得下两个以上的巨头 市场需求增长将使得高端品牌都获得成长的空间 市场份额重新瓜分之后 虽然大家的市场份额都进行了重新分配 但从绝对值上还是能够获得增长 苹果有很大的果粉军团 特斯拉也不少 苹果和特斯拉存在合作的可能 现在说苹果造车是特斯拉重大利空 恐怕为时太早了 对标苹果我认为反而是利好 小时候读书好不好 家长都会拿别人家的小孩来做对比 进行鼓励和鞭策 当你学习突飞猛进 跑到了全班第一 那老师就会把你拿去和全市的尖子生来对比 当你比赛获得了全国的名次 那人们又会拿你去和冠军和亚军对比 对标是在一个层级上才是对标 如果不是在一个层级上的 那叫做碾压 叫做降维打击 苹果造车 媒体不是说降维打击 而是说对标 这说明苹果看得起 特斯拉能被全球第一市值的公司看得起 这说明是利好 特斯拉的总市值经历了十倍的增长之后 仍然在6000亿的水平上 而苹果作为全球第一大股票市值超过2万亿了 静态来看两者实力悬殊 特斯拉离市值天花板还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特斯拉之前不能和苹果相比 首先是行业不同 你看一个做手机的和一个造车的 是无法在一个估值体系上面相提并论的 其次是市场的成熟度不同 智能手机市场已经绝对成熟了 而新能源车市场刚刚处于成长期 一般来说行业周期分为初串期 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 不同行业周期的估值是不一样的 市场愿意给特斯拉更具弹性的高估值 就是这个原因 而无论怎么高估特斯拉 也不可能将特斯拉碰到跟苹果一样的位置 现在苹果要造车进入自动驾驶领域 不少的媒体开始使用苹果对标特斯拉的标题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那我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在YouTube美股分析垂直领域 我只是个小频道 要是有人拿美股一姐娜娜 贝奇和我对标 那我肯定是高兴得不得了 同样的当年猛牛的牛根生提出 猛牛永远是如智品老二 第一永远是伊利 从而让自己的品牌棒上了大款 对手之间不仅是竞争关系 只要你自己够强 竞争的双方都会进步 苹果造车不是谁抱谁大腿的问题 而是两个强势品牌开始竞争的前奏 同时也会互相促进的 苹果和特斯拉无论哪一个获得了技术的突破 产能的提升都会对自身股价有所促进 而苹果这样的公司股价上涨对大盘有千亿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大盘上涨也会促进其他股票的上涨 反过来如果特斯拉上涨 它的股价提升也会对同一板块的个股有板块协同效应 要发一起发 那么苹果对标特斯拉在业务上存在相似部分的时候 股价对标就存在了基础 也就是说以前一厢情愿的认为特斯拉的市值 离一万亿两万亿还有空间 因为苹果两万亿 同样将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自动驾驶 也有朝一日会出来一个一万亿市值的个股 而现在苹果入局意味着特斯拉在市值上对标苹果又多了一个理由 2021年特斯拉是否会延续涨势 它的目标价位大概在哪里呢 特斯拉进入标普之后啊 有很多人就关心是不是利好出境 要调整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啊 在划线之前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那就是买入特斯拉的被动基金到底会不会卖掉股票 图上看到入标普当天发出巨量 这些被动基金买入股票之后 如果特斯拉没有被踢出成分股 基本是不会卖出的 也就是说啊 这些筹码已经被锁定了 锁定了就不会卖出来 不会对股价形成打压 所以入标普之后 虽然这些买盘已经消耗完 后续不再有大规模的被动基金买盘 但是他们也不会就此形成卖盘 从这点上来看 入标普利好出境 但不会直接构成利空 这周以来的调整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支撑股价上涨的理由之一 被动基金买入已经结束了 二是苹果造车分时蛋糕 立马苹果上涨 特斯拉下跌 直截了当告诉我们 苹果造车利空特斯拉 2021年特斯拉不会受到苹果造车的影响 传言Apple Car最早可能在2021年的9月发布 2023年上市 那么2021年对特斯拉和其他电动车来说 仍然不存在市场被苹果瓜分的问题 所以2021年基本上还是保持交车数据高增长 特斯拉营收取决于产能 而不是销售 2021年产能将继续提高 上海工厂将实现将Model 3提高到25万辆 马斯克也提出豪言撞语 说要将上海的产能提高到100万辆 德国的柏林工厂可能在2021年7月开始量产 初始每周产3000台车 一年就是15万台左右 新获得的产能是营收提高的决定因素 一个营收增长毛利稳定的成长型企业 股价难以持续暴跌的 那么既然特斯拉股价开始形成了调整知识 那就先来对下跌的目标位做一个定位吧 在9月的调整中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整理 而这条蓝色的线就是三角形整理的下轨 虽然这个三角形早就获得了突破 蓝色线却可以留下来参考 它有一定的斜率 目前是在435的位置 随着时间的推移 支撑位将逐渐抬高 假设特斯拉还要调整一个月 那么蓝色线的支撑位将上移到510以上 现在是640左右 那还有130元 也就是20%的下跌空间 说到这里 下跌的最大目标是20%到510左右 并不是说一定会跌到这里 而是说顶多跌到这里 在中线的上涨并获利回吐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先用环境分割线 对11月中旬以来的这轮上涨做一个划线 这个环境分割线显示在这轮行情上涨的 0.618的获利回吐回调位置 正好就是512元 这和刚才蓝色上升趋势线基本吻合 在下跌20%的空间里分别有547 582和625三个支撑位 每一个都有可能触底 这就好像拍卖 在拍卖结束前说不定拍出了一个价格 大家都没想到啊 比如我们坚定的认为会跌到512 而最后却在582见底 就会失去宝贵的抄底机会 所以环境分割化出来了 支撑位也有了 我觉得可以接受这些跌幅 如果跌的多了 我还加仓 那么2021年特斯拉的目标位是多少呢 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特斯拉已经透支了几年的估值 股价将进入较长时间的休整 另一种就是特斯拉仍将继续上涨 新能源车是2020的绝对风口 并且可能成为跨年的热点 在股票论坛万德数据上面 特斯拉仍然是最热门的个股之一 热门就意味着有流动性溢价 一只股票的价值 除了看它自己的基本面 技术面之外 还要看机会成本 所谓的机会成本是 你持有特斯拉 你就没有资金去买别的股票 买入任何一个资产都会占用资金 从而放弃了持有别的资产的机会 而这些机会有可能会更好 机会成本为什么要纳入考虑呢 因为这山望着那山高 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是人之本性 为什么你没有买入股票的时候 觉得股票嗖嗖嗖的涨 而你一买入它就涨得好慢 跌得好多 定睛一看 只不过跌了5%而已 原因就是 没买股票的时候 你没有注意时间的流逝 过一段时间去看 发现股票涨幅巨大 持有股票的时候呢 你时刻注意行情的发展 还有账面的损失或者是收益 所以感觉赚钱慢亏钱快 而另一个方面 当我们在持有一只股票的时候 总是会不自觉的去和那些 想买但是放弃的股票去做比较 要是买了的不涨 没买的却上涨 那种懊悔啊 简直来的不要太酸爽 这就是机会成本在股市当中的体现 买入特斯拉就是放弃了别的股票的机会 因为钱是有限的 那么苹果长得更好 NIO长得更疯 理想更为理想都会成为问题的 所以当你在买一只股票的时候 请做好要和他白头偕老的准备 不要结婚没多久 就想七想八 那么我为什么仍然觉得要持有特斯拉底仓呢 在新能源车板块 特斯拉是相对安全的龙头个股 炒股炒龙头 虽说不一定能胜过板块其他个股的涨幅 但是稳定和安全还是会好一些的 而我比较不看重机会成本 因为只要有足够的耐心 手上的股票只要基本面没有问题 上涨是迟早的事情 特斯拉从大牛市启动以来 已明显走出了12345的五浪上升结构 有很大的需要进入一个ABC三浪调整的结构 对于强势股来说 它的调整波浪并不会形成深度调整 ABC可能以横盘的方式 或者是以适当调整的方式进行 等调整波浪走完 它又要继续走上升五浪 2021年特斯拉有可能在反复调整之后 结合新工产的投产和技术进步的利好 挑战800元一线 但是要到1000就需要大盘继续牛市的配合 并且需要特斯拉自己不断超过业绩预测的预期 要是涨到1000相当于拆股前的5000 市值就接近1万亿了 市值越来越大的特斯拉 在2021年绝对不会像2020年一样 创造出六七倍的涨幅 要不然就超过苹果成为宇宙第一股了 大市值个股只会变得更稳定 因此2021年的特斯拉有800到1000 就是非常不错的目标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您点赞订阅 评论区也可以说说2021年的收益率目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拜拜